大家好,欢迎收听AEA频道 一连两集讲一些日本东西 其实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生物科技领域发展得相当之快 因为留意得金融消息多,所以都比较关注这个生物科技方面的消息 我们会见到金融圈,之前很多时候谈论的项目都是讲一些资讯科技的突破 近这几年你会见到更多是一些生物科技上的突破 都是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生物科技的突破 其中一个范畴就是一些医学上的突破 最近日本的一间企业在量子技术方面日渐成熟 可以应用去治疗癌症方面 这个技术就叫做量子手术刀 它的名字就叫做手术刀 但其实就不是真的一把手术刀 只不过是一个名称 这个技术大致上是怎样呢 就是用量子技术去产生一种光速 你当好像雷射手术那样 透过这种光速可以杀死一些癌细胞的DNA 技术就是说将一些碳离子加速去到光速的70% 就会产生一种叫做重粒子束的光速 从而就是对付癌细胞的 特别是适合应用在一些很难进行手术的癌症 例如骨癌啊 软组织肉扭啊 和一些头颈部的癌症都是特别有效的 现在的疗程就是说 平均需要照射12次去进行这个治疗 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癌症之外 一些很难早期发现的癌症 例如这些疑线癌呢 都是有机会透过这种疗法去进行这个医治的 那日本本身的人口老化问题严重啦 所以这些医学上的突破呢 是可以造福到很多人的 不止日本啦 其实亚洲不少国家呢 其实都出现这个人口老化的问题啦 所以在这些生物科技上的新技术呢 是在亚洲的市场都相当之大 那说到日本的人口老化问题啦 最近呢 这个日本的总务省呢 4月15号 发布了一个新的人口推算的数据 那这个数据呢 就是推算2021年10月1号的人口 包含了外国人在内 另外呢 总人口呢 是比起2020年的同期呢 减少了64万4千人的 那呢 降到呢 是1亿2550万人口左右 是连续11年减少的 降幅是0.51% 自统计在1950年以来呢 最大的一个跌幅来的 那是劳动人口的比例上面又怎么样呢 15至64岁呢 就是属于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 今天减少了58万4千人 降至7,450万4千人 那占总人口的比例呢 就是降到去呢 60%都不到啊 就是59.4% 创出了历史最低点了 那劳动力的减少呢 很有可能呢 令到他们的经济增速呢 进一步呢 减慢的 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数量呢 就是3621万4千人的 占总人口的比例呢 达到28.9% 创出了历史新高 那么的出生人数方面呢 就是83万1千人 比起上年同期呢 就是减少4万人 死亡人数呢 就增加6万8千人 达到144万人的 那就是连续15年出现了 出生人数少过死亡人数 令到呢 令到呢 人口呢 是继续自然减少的 那所以呢 就是 如果有听看我们 节目内容的朋友呢 都有听到我们 之前说到呢 就是说 日本呢 所以近这几年呢 都一直在放宽 一些外国的人呢 进去做事的 因为他们想透过移民呢 令到他们的劳动人口呢 令到他们的劳动人口呢 有个补充 那我们都说到 就是香港人 去到日本呢 都有一些的 新的潜在的工作机会 可以听回我们之前 日本系列的 相关内容 那呢 说到 女士呢 在结婚方面呢 如果在一个 华人圈子来说呢 很多时呢 女方 或者女方的家庭呢 很多时都期望 男方呢 本身已经有一个物业啦 因为很多时 华人多的地方 那些房子呢 就特别贵的 但是在日本呢 情况就有不同哦 如果问一些 日本的年轻女士呢 这个都是我个人观察的 那很多时 他们普遍的说法呢 是没有这个观念的哦 就是不会期待 男方呢 要有这个物业呢 会加分也好 或者是 他家人呢 会期待 南方一定要有个物业的 其实这个情况呢 都很明白了 因为你看到 现在日本呢 其实呢 人口数呢 根本就在减少 在日本呢 其实有很多的屋呢 政府呢 是希望呢 有人去打理的 甚至乎 有听过一些例子呢 是 有些业主呢 他根本不想要那间屋 或者是送给人呢 总之呢 之后呢 那个新的业主呢 他自己去应付 就是维护住那间屋的成本就OK了 因为都可以试想一下 就是如果 譬如 作为投资者 那间屋根本就出租不到的 在这个时候 你每年 其实还要给一些 维护成本的哦 所以是一个负担来的 连年都亏的 那变成了 可能 其实根本的情况就是 那些屋找人 不是人要找屋 所以其实 如果你说在日本呢 对于南方来说 南市来说 在房地产方面呢 压力呢 就没那么大 但是即使是这样呢 都暂时 短期内 看不到有什么机会 令到他们的出生率提升 但是日本这个情况 在亚洲呢 只不过去 行先过其他亚洲国家 其他亚洲国家 都陆续见到 这个人口老化的情况 所以认真是要 想想办法 提升出生率的 好了 今集内容先分享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听